歡迎收看媽咪TV 今天我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跟我的前同事 兼是我的師姐 可以在一個這麼舒服的地方去聊天 因為我們很難得會這樣聊天 都是那些衝衝見到 聊完了聊天 太長氣了 說不完 但是下次再聊 其實除了我之外 很多觀眾都很想知道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 我做的Sami是一個很漂亮 然後坐桌子是非常穩定的 沒有脫脫的主播 你本來也是一個這麼專業 或是這麼有事業心重的女生 其實事業心重 我從來沒有這樣戒定自己 想想自己是否貼心 但是我是一個會把握機會的人 我可以說 因為我入行初期 的確比較多些機會 就是做一些突發 或者Live的報道或採訪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新聞系畢業 我讀了四年的新聞系 專科訓練 可能都是令人比較準備好 我也是很急很快的一個人 但是我又不會說 我要有我的事業 我要去做一個很宏大的目標 我又沒有 但是我覺得 只要我有準備 機會來到我手 我就會好好去把握 你以前都是模特兒 我記得 你是喜歡做模特兒 還是做主播呢 之後 其實做模特兒 那時真的很小 是無心插樓的 因為我媽媽本身是做粉紗的 所以有時候 就找你去做 不是 在公司 有很多photo 小時候 可能有時候幫媽媽適合 可能有些機緣巧合 就看到一些拍照 給你拍照 然後給別人 給別人 給別人 被拍模特兒公司 或者有些客人 就看到照片 這麼巧 真的很巧 對 可能有機會接觸一下 其實都是很part time的工作 挺好的 那時讀書 從小時候 因為我挺好玩 又浪費時間 又可以賺到零錢 就去做一下 其實從來 即使我小時候 做規模特兒的時候 我都沒有說 要用這件事做一個職業 我沒有想過 即是知道這件事 都未必可以很長久 對 我沒有想過 我要做模特兒 或者我要做藝術 我沒有想過 直到其實 真的深入接觸 娛樂圈這一行 其實是我讀 YOU Year 三的時候 因為我不想問 我要去職責 我剛好去了一間公司 他的辦公室旁邊 就是貼著一間搽名公司 是的 他們的辦公室是這樣 所以他就會看到 某搽名公司高層 是這樣的 是的 那時候上班 其實我是一個OL 哈哈 做歌手 剛好有一個樂壇 新人入行的時候 他們當時很流行拍網劇 是的 是的 他們也有開放選拔一些人 我們也看到公司門外 很多人在排隊 那兩天很多人排隊 在Casting 是的 那剛好公司的人看到我 就說 不如你過來拍張照 然後我說 很上班 那剛好又被 其實谷德超圖見 他是監製 所以他們又覺得 不如你馬上選擇 試試看 然後跟 那些 即你是那些選民 陪我一起 自己是忙了 我是上班的 然後跟我當時 暑期公公 即實習的老闆 請了兩個星期假 就去拍那個網劇 那次是比較接觸 娛樂圈 即是娛樂圈 即是後來也有談過一些 即是入行的事情 但當時因為我還沒讀完書 所以我 所以我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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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